我们现在开车在路上 你会发现遇到状况的车 大部分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又遇到三宝 那三宝之一其中有一个 就是女性的一个说法 其中一宝 但是我们来看看 英国的这一项研究发现 如果说开车在路上 使用了自动驾驶 女生遇到状况发生的时候 反应竟然比男生还快 这时候我们要说 女生是三宝吗 不然我跟你说 应该我身边百分之八九十的男性 在路上遇到乱开车的人 一定女的 开到旁边去看一下 如果是女生的 好啦 女生啦 就是合理 正常 他们觉得对于女性的既定印象 就是这样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 很多人会说 女生开车就真的比较差 是先天的 是生理条件等等 然后有人会说 你看为什么F1都没有女赛车手 等等之类的 好 我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 女生跟男生身体素质有差 所谓身体素质是可能 肌耐力啦 这种肌肉的量或是等等 所以赛车手女生是 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那女生的方向感跟空间感 确实先天会比男生差一些些 但是这些是后天可以训练达成的 这个是有科学时针 还有机械的敏感度对不对 对 但是呢 在反应速度 在驾驶的逻辑上面 其实并没有比较差 在开车 会不会开车这一块 女生是完全没有 逊于男生的 比如说 李冠英小姐 干嘛 方向感不好对不对 对 我方向感不好 不太会认入 但是开车确实比很多男生 开车都还要更好 那在英国呢 就有一个调查 就是他们想要测试 反应时间速度 这个环节 在男生跟女生 是有没有差别的 你看受测者 总共76个人 大概一半男生 大概女生 测试的东西是 Level 3的自动驾驶 预险 就是我今天做一个 Level 3的自动驾驶模拟器 当今天突然出现突发状况 比如说前面出现一台车 要撞上去了 比如说道路的环境 已经失控了 要赶快接手掌控 你会发现 平均收到警示的反应时间 接管时间 都是女生要比男生 还要来得更快 速度更快 而且呢 变换车道决定于动作 时间也稍微短了一点点 更厉害的是 修正方向盘的平均偏离 度数还更少 代表修的是更精准的 也就是说 女生是不是比较不敢 很用力地打方向盘 就稍微修一点点 有可能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 但是呢 这个研究调查 就可以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单就 手脑协调 女生的反应速度 在遇到危机状况情况之下 所做出的事故处理 确实是更优于男生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的 很多的调查 很多的保险机构都会说 女生的事故率 其实比男生还要更少 但是一方面可能男性 稍微比较爱乱开车一点 觉得自己很会开车很厉害 另一方面 我觉得为什么 大家会觉得路上 女生三宝稍微比较多 原因是因为 心理素质的状态 并不是生理 因为我觉得啦 就是女生可能在 某些开车的环境之下 是相对比较没有自信一点点 那这个调查同时也有说 对于自动驾驶来说 不管Level 2 Level 3 甚至到以后到Level 4 Level 5 女生的接受度 是比男生更低一点点的 对她的不信赖感 对 女生没有那么放心 把道路安全交给车辆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另一个面向也可以解释 就是说 女生开车是稍微比较小心谨慎的 所以可能 在道路的车速上面 开得比较慢等等 才会有现在大家的这个印象 但我觉得一切是有机可逊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 不代表女生开车真的比男生差 可能是其他环境 或者是后天的因素所造成的 所以不要再有这种性别的开车的歧视 我觉得你在安全 然后事故处理反应好 这些情况之下 道路安全驾驶 处理得当才是最重要 没错 好 谢谢智希 当然我也要呼吁一下 那个电视机前面的 女生的开车驾驶者 就是上车之后真的要专心 我们也不要让别人 一直老是说我们 女生就是马路上的三宝 好不好 我们多一点用心 然后呢 保护自己的安全 也不要让别人来说 我们是三宝 当然遇到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 就像刚才自己讲的 我们的生理上面的状况 本来就跟男生不一样 所以一旦遇到碰撞 或者是危机的时候 你可能身体上面 受伤的程度也会不同 我们来看美国IHS 就承诺大家说 他们在撞击的精准度上面 以后会做提升 来保护女性驾驶的安全 不过他们也坦言说 有一个部分是真的困难 比较不容易克服的 那就是假人的部分 其实假人的是有极限的 就是要做到很模拟 像女性的驾驶的话 是有点困难度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其实应该说 目前我们看到了 不管一些些撞击测试也好 RIH公布的一些撞击测试的成果也好 我们大家都知道撞击测试 不管是正面 侧面等等 其实在里面都一定会有个假人 对不对 没错 那那个假人就是要 不管是大人跟小孩 其实都是要模拟 假设受到物理冲击 或者是一个状况 那其实大部分之前 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大部分都是以男性的假人 作为那个设定的 这个里面的乘客的设定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其实女性驾驶 在伤亡的风险 其实是比男性高的 那在撞击测试方面 是不是应该也有个 女性驾驶人在车子里面 对 合理 所以这个假人 其实也应该要用去模拟 虽然说没办法百分之百模拟 但起码可以模拟 比如说女性的身形 然后或者是尽量去模拟到 她的一个可能会受伤 生理的结构 生理的结构等等 没错 所以像因为他们出来调查 包含一些可能交通事故 处理的一些经验来看 其实一样的车管 女性驾驶伤亡的比例 比如说你看头部 她可能会比男性高 百分之十六 对 其实就有高达22.1%的人 她可能就是头部会比 男性这边受伤的几率来得高一点 这是受伤的几率的一个 跟男性比较 然后包含脖子也是 甚至腹部 甚至胸腔 好像手跟脚 脚最多 对 其实这受伤的比例 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相对于男性而言 其实刚刚其实我们也有提到说 包含一些生理的状况 比如说男性可能 她的肌肉量可能是稍微 原本就比女性先天来讲 稍微高一点点 然后骨骼的密度也是 对 对 然后一些生理状况 其实用假人 其实原本就没办法 完完全全的去模拟的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RH是那边 其实他们有未来 可能会在这个假人的方面 尽量的把这些因素 给考量进去 来去避免说 让车厂在造车的时候 就是包含可能是安全气囊的 爆开的速度 然后车体的结构的刚性 是不是能够把一些缓冲力量 给缓冲掉 尽量减少 就是女性驾驶伤亡的风险 并降低 降低她的风险 不要说每次 可能是男生跟女生开 偏偏女生受伤的一个几率 就是比较严重 毕竟以美国市场来讲 光是有驾照的驾驶人 女性就比男性多140万 所以他们会在意这个 因为这数字其实蛮庞大的 所以他们会在意说 女性驾驶人 在开车时候的安全性的部分 真的基本上 在买车购车的时候 可能你会偏向于找这个新车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人 可能会朝向说中古车来选择 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中古车的市场里面 常常会看到一些中古车商会标榜说 一手女用 或者是女性用车 然后这时候就会很多人什么询问度高 但我也常看到有很多人会去酸说 女性用车 因为女生比较不懂得要保养车 可能只会加油踩油门 然后去加油站加油 那她这样的车况是会好吗 为什么女性用车可以值得拿来大做广告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以前的迷思 如果放到现在的车型来说 这一个理论完全手不通 但是你放到以前那种旧世代的车的话 的确有这种说法 是为什么呢 因为女生用车会比较谨慎小心 而且比较不会使用车 所以里程数通常都比较少 但是现在的车因为 现在都点喷精进的很多的科技 然后车体刚性 所有的连防修都做得很好 就行不通了 为什么呢 刚刚Rick已经讲 如果有一些碰撞发生的话 女生大概就是伤身 但男生会什么 伤心 是 对不对 伤得更重 对不对 为什么 所以男生对车子一定是呵护有加 比女生还要来 那个女生开车门有没有 因为要抢大拍卖 撞到那一个 隔壁车的 隔壁车的机会是不是就很大 或撞到墙壁 那时候呢 不行 我还是先去买东西为主 男生如果碰一下 对不起 三个小时大概就站到那边看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然后开始跟车子道歉 那请问这种应该要买谁的车 当然是要买男生的车嘛 就是真的呵护有加 我记得以前常常说一个笑话 就是说 我的那个女朋友把我的摩托车骑出去了 不见了 请警察长 然后她说那你女朋友现在是什么 她说不知道 有没有戴眼镜不知道 发型什么不知道 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不知道 然后她说那她骑什么车 她说 她结合那台车已经有改了碳纤维的风镜 然后AK的 RK的这个链条 然后加大跌盘 然后连大闪胎前面38PSI 后面35PSI 都讲得那么详细的结果 女生听了你很相信 然后警察就说 我知道我会把你的摩托车找回来 对不对 不是把女朋友找回来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现在的车子应该是说 男孩子对车子来说的话 它是比较宝贝的 对 对女孩子来说 它可能只是一个工具 交通的工具 甚至存储食物跟商品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应该是说没有分男女 但是要会看车 我记得之前有看一台车 我去看一台中路车 我就说 这一定是女孩子开的 为什么呢 我们引擎袋打开 那个铁链的那一个 都知道了 需要回答 关注